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预测节目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元卢布货币队 即将与我们连线的是德米特里·彼得罗夫 德米特里 你好 石油价格仍然是美元卢布货币队的主要因素 美国石油产量有所下降 只有OPEC继续增产 以及这会对于欧洲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你可以详细地说明一下 你的一个月的预测其实的理由是什么吗 可以说的就是目前石油市场的基本面还是十分动荡的 产量的走势到明年为止将会更加地清晰 不过就目前的市场的情况而言 预计石油的价格在2016年 将会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继续下跌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财政政策的支持下的俄罗斯 正在进一步地扩大着石油的生产量 而这一点在欧洲市场的价格的浮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对于相关的石油指数 这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俄罗斯的产量趋势来看 欧洲市场的原油走势预计将会进一步的下跌 俄罗斯卢布的贬值和经济衰退都和俄罗斯受到的经济制裁以后 石油产业的下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卢布仍然需要校正 这也就意味着油价将会更低 而这一切都将会继续地持续到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调整为止 就像你提到的那样 目前来说俄罗斯的债券市场和美元卢布货币队 在2016年仍然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你的三个月的预测价格是60 你认为这其中的风险又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在国际市场上充满着波动的时期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俄罗斯的政府债券已经逐渐地成为了 投资者们喜爱的资产类别之一 并且它的表现超过了绝大多数的政府的债券 俄罗斯政府债券收益率保持在2%到2.5%之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的通胀的走势 目前来说俄罗斯通胀继续下滑 政府担心将会出现通缩的情况 如果说出现通缩的趋势 预计我们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将会看到相关的货币政策的变化 除此之外 俄罗斯的经济正在给投资者们 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 正处在一个校正的阶段 第一个季度俄罗斯的经济十分的脆弱 而现在趋势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有希望在明年第一季度中获得财政盈余 你的12个月的价格预测是65 俄罗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降息 首先是对卢布的价格进行保护 此外通胀的走势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你觉得 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经济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呢 我认为何时加息这个问题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对于俄罗斯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到2016年之前 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达到之前的预期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恢复的预期 都是建立在俄罗斯经济制裁取消以后 资本将会获得更大的流动性 在另外一个方面 经常账和海外投资预计将会有所增长 俄罗斯央行也有可能会重新购买美元和欧元 作为他们的外汇储备 但是预计卢布并不会出现很大幅度的升值 以上这些都是基于对俄罗斯经济基本面走势 以及油价仍然处于低位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 好的 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的预测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都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货币队的预测 再见